生命水秀 自古感叹天下游 如花卷愁 未曾与你翻看过 和莲听歌 蝶脸花徘徊不走 小中秋的月饼里 我最不爱吃的就是五人月饼 总觉得里面有肥肉的感觉 但自从自己做了五人月饼之后 才发现它是那么好吃 已经是我心中的No.1月饼 做五人月饼其实超级简单 只需要把你喜欢的五种果仁 或者六种或者七种都可以 倒入料理机稍微搅打一下 不要有大块颗粒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剪刀剪碎 或者用擀面杂压碎 只要不要有大的硬颗粒 把饼皮戳破就OK 打碎的大果仁颗粒 加上核桃碎 瓜子仁 黑白芝麻 橙皮丁 高度白酒 还有白云豆沙 玫瑰蜜 一起用手抓拌均匀 一只手力气不够就用两只手 手套戳破了就换个手套 继续把它们揉均匀 慢慢感觉到馅料不散了 可以揉捏成团了 五人馅就做好了 一般五人月饼我喜欢做75克的 馅料45克 饼皮30克 这样的比例刚刚好 别催了别催了 你们要的奶黄流星月饼新鲜出炉 接下来用30秒 一起解锁这个中秋节占本C位的月饼 首先制作内馅 把奶黄馅和流星酱合二为一 抽成球球丢到冰箱冷冻两小时以上 然后制作饼皮 按照黄金顺序油糖淡粉 把眼前的食材捣鼓成均匀的团团 冷藏松弛30分钟 邀请我的猪猪助理 最后一步包月饼 冰果的内馅特别坚强 重点是非常好包 模具撒上薄薄的粉 帮这些咖喱鱼蛋整整形 冷冻两小时再送进烤箱 五分钟后出来刷个薄薄的蛋液 再烤五到八分钟就完成了 月饼的外皮奶香十足 轻轻一碰 好像不小心剥开了一颗牛油的咸蛋黄 还在等什么 快点试一下 别心